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爆发 就满脸冒痘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用它的时候就感觉皮肤真的是 怎么说呢 对于洁面的这个过程真的是温和了很多 然后对于皮肤的刺激也小 虽然它洗完脸上会有稍微带一点点膜感 但是还是和一把脸上的这个残留的一些 比如说脏东西啊 灰尘之类的全部都洗干净 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款洁面茶 接下来是这款面膜 睡眠面膜 然后这个面膜它的包装非常非常的可爱 它是这个酷酷猛 是这个之前跟Vishtrend合作的时候 就是有做到面膜的这个主题嘛 然后如果大家去Vishtrend的土豆频道看到话 肯定会有这个面膜的分享 然后这个月我自己特别爱用的也是这款睡眠面膜 然后它比较特别的是 它开封以后一定要放在冰箱里 有的时候泛懒嘛 所以最近也是因为身体真的是不舒服 我就很少把这个神经放到我的脸上 就在护肤上做的非常非常简单 我就用完化妆水之后 直接就用这款睡眠面膜 然后就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的脸上还是水水的亮亮的感觉 所以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满意 因为几天下来 就是连续用的几天下来的感觉 就是一是没有副作用 二是不会觉得油腻 三是会让我的皮肤一直保持在一个很有水光感的感觉 而且我现在脸上真的是 杂质真的很少 我额头上的痘痘全都消了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反正这边我原来额头这边痘痘特别特别的多 然后最近真的是全部都消掉了 然后这边痘痘也是姨妈痘全部都消了 所以我觉得跟它也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它是属于那种镇静皮肤 然后又能充分保湿的这个产品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 然后它的包装其实 怎么说就是这样 是这种膏体 它很多所以你可以怎么说呢 一次可以用很多在脸上 你可以用在脖子上 可以用在手臂上之类的 可以摸很多地方 所以我自己是真的很爱它了 用完它的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这款面膜之前我应该也有在微博或者是instagram上发照片分享给大家 然后它是这个 这个Dr.Dart 然后Serra Mindy Serra Mindy Dermal Care Technology 然后也是这个面膜 片状面膜 然后当时我买的时候 我自己买的有两款 一款是白色绿色药丸的那个包装 然后另外就是这一款 它是深度保湿的这个 然后这款它是根据怎么说呢 是为那种极干燥的皮肤或者是过度敏感的皮肤设计的一款面膜 它不是那种水状的这个精华液 是很浓 有点像半胶半膏体的那种感觉 就是非常非常的稠 然后全部它会怎么说 把所有精华液你全部敷在面膜上之后 它不会往下流 是很好的固定在贴附在你的脸上 然后用完这款面膜之后 我也是我一般用完这种面膜就不会再擦其他的保养品了 就直接会去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会像 怎么说擦过保养品那种感觉 就是这个很怎么说呢 有把营养全部供给在脸上那种感觉 脸上就是会变得很精神 皮肤会变得很健康 而且完全不会有任何副作用 我觉得非常适合在就是春秋季这种 异常干燥季节里面使用的这个面膜 而且也非常适合敏感肌的 所以它其实不是每个人都爱的类型 但是如果你有用到的话 你肯定会 我觉得你会爱上它 如果你是干皮的话 肯定会爱上它了 我自己是很喜欢 所以一直有留着这张 想跟大家分享 然后舍不得用的感觉 真的很爱它 然后接下来这款也是算是护肤品了 然后这个月 因为其实我化妆的时间真的也不是很多 很多时候都是直接素颜 我连眉毛都不化就出门了 所以就真的是对皮肤怎么说呢 尽量减少刺激 减少负担的感觉 然后在不化妆的前提下 我必须必须要擦的就是防晒霜 然后这款防晒霜 MISSHA的这个LINE FRIENDS这个系列 小熊 Brown这款 它是Miles Sun这款防晒霜 它真的超过我的想象 因为它的价格本身不是特别贵 而且我之前也没接触过MISSHA的防晒霜 它是因为出了这个包装以后 我是觉得很好看 然后就买来用 没想到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它对皮肤的刺激很小 而且我用完完全不会长痘痘 不会长粉刺 不会长臂口粉刺 不会长黑头 所以防晒效果也非常好 它保湿的那个功力也非常好 就是我用完它再用粉底 粉底也不会脱妆 所以是我真的觉得 怎么说 如果你跟我的肤脂是一样的话 就是混合性偏油皮 偏干皮不定的这种 就是比较正常的 这种混合体的这种状态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这款防晒霜 我自己是很爱它了 就是不管我化妆也好 我不化妆也好 我护肤的最后一步肯定是它 肯定是这款防晒霜 就是脸脖子跟手臂 我能露在外面的地方都会擦一些 彩妆其实这个越爱的也并没有很多了 因为自己化妆的时间是很少嘛 但是唯一比较爱的是这款 就是House 一地之屋他们家的这个Juice Bar 这款眼影盘 然后它一共是几个颜色 它一共是十个颜色 可是这十个颜色就是很好看 很春天的这十个颜色 这边这几个颜色就是属于有亮片的珠光的颜色 然后这边就是属于可以打底用啊 然后这两个颜色也是可以当作就是非常日常打底用的 这个调和调柔和的这种感觉的颜色来用 然后这几个比较跳跃的颜色就是很适合化一些party妆啊 约会妆啊 聚会妆啊 这种感觉 所以是一个很就是实用性很高的一款就是眼影盘 而且性价比也很高 它真的很便宜 可是真的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非粉 它要比爱莫莉他们家那个Mono Eyes眼影要来的好很多 它不是那么的非粉 这款颜色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颜色 它比较偏巧克力 比巧克力还在深一点 那些咖啡棕的颜色 所以自己也是很爱它 另外比较爱的是中间这款亮片的颜色 给大家试试看看 它很亮 然后这款巧克力棕色也是 很浓的颜色 然后这两款颜色配在一起也是很好看 另外我比较喜欢呢 还有这个橘色 非常亮 非常好看的颜色 然后另外我用的最多的是这款 成这款怎么说 Peach 桃子色的感觉 对 这四个颜色是我最爱 然后是我这四月间用的最多的四个颜色 我真的很喜欢 对 就是它们四个搭配在一起也是很好看 接下来这款彩妆品 虽然它不是怎么说呢 可以涂在脸上 但是是一个彩妆工具啦 就是这个睫毛夹 这个睫毛夹是我之前在买 恋爱魔镜那款Lash King 睫毛网那款这个睫毛膏的时候 它附赠的一个 它有做活动嘛 然后它是附赠的一个睫毛夹 然后想说那好嘛 就可能它是赠的嘛 拿起来用好了 没想到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它的这个宽度也好 深度也好 它的这个弧度也好 都是非常适合我自己的眼睛 我用起来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而且之前我朋友来学姐来也是 我现在目前一共有三款睫毛夹 一个是这个 然后还有一款直孙秀的 还有一个是Mac的眼影夹 就是睫毛夹 这三款它们都有用到 我发现这款是最好用的 我自己也是觉得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而且是附赠的不说 而且真的要比Mac跟我之前用过的 很多很多的睫毛夹比起来 要好用很多 所以大家如果能买得到的话 我推荐你试试看这款恋爱魔镜的这个睫毛夹 如果你买不到的话 你可以试试这个自生堂 或者是直孙秀的睫毛夹 我觉得日本 我觉得日本人真的是 比较会做眼状的产品 尤其是睫毛夹跟睫毛膏 我自己真的是很喜欢日产的产品了 最后关于美妆的产品之中 我最爱的是这款香水 然后它是这个Dior Addicted 这款粉色的这个香水 然后就去年的这个用起来的比例来讲 我今年真的是这个月 这个这个月大概用了这么多的感觉 真的是这个月真的很爱用它 就是我现在身上也有喷这个味道 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花香的感觉 这款香水是我去年回家的时候 我姨姨送给我的一款香水 因为她觉得这个味道真的是 颜色也好味道也好都是比较适合年轻人 所以就把它送给我了 然后然后它的花香里面混了一点点果香 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是有点橘子的香味在里面嘛 然后色香也有 这款香水其实我说不上具体的名称 但是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种混合的花香 然后很适合这个季节 适合春天适合夏天 适合约会的场合 适合朋友聚会的场合 然后平常用也是OK的 所以是我自己真的非常喜欢的一款香水 我觉得按年龄代来讲的话 比较适合20岁到35岁的人来用 美妆产品其实爱用的就是这么多 不过还要另外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嘴上现在这个颜色 是我第一次这么搭配 但是我觉得效果很好的这个组合 所以想说拿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嘴上首先我有涂一层润唇膏 然后第一层涂的是这个Mac Ruby Woo这个颜色 它是很经典的这个红色 所以大家可以去柜台试试看颜色 我很喜欢这款唇膏 然后也有安利我学姐 她也有去买一只这个Ruby Woo来用 然后另外在上面 我又加了一层这个Keep in Touch这一款 这个它叫什么呢 纹身唇彩 就是涂在嘴上之后 它不太容易掉颜色的这种 这个硬色唇彩 然后它是这个大红色的 这个是Ruby Woo的颜色 对涂出来是这种感觉的 然后另外Keep in Touch这个 它给大家涂起来看一看 是很亮的 完全是两个种类的红 但是配在一起真的是很好看 对完全是两个感觉的 可是配在一起 就是现在我嘴巴上这个颜色 我觉得很好看了 是如果说你眼妆画的比较简单一点 比较单音色调的话 你可以在嘴上加一些这个比较亮眼的颜色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组合了 虽然我今天才发现 这个月比较爱听的歌曲 其实真的不多 但是都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 有老歌 也有觉得是比较冷门 但是又很好听的歌曲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这个Ray 郑志勋 他的这首歌 我不记得它是哪年出的歌 但是是之前 我有看韩国综艺节目里面有听到的 然后这两天突然想起来这首歌 然后疯狂的放来听那首歌 就是在洗澡的时候 化妆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会反复放来听 循环那首歌 就是这个挽留你的歌 它叫 非常非常的好听 另外一首是云海 他唱的这个 他跟 这个一个说唱组合 一起合唱的一首歌 叫没有 然后韩语是Opso 这首歌也是 他 云娜的这个声线 非常的有特点 是我自己很喜欢 一个女生那种唱歌的声线 所以这首歌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至少一下 我很喜欢了 这个真的 很好听 三首比较喜欢的 是 Chong In 这个也是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位 女歌手 他唱的这个 叫上坡路 然后是之前 影中信 月开 月开影中信的 这个 一二年出的一首歌 是我觉得真的 很好听 也是在综艺节目里 不小心就是很 整个在背景音乐里 听到的一首歌 但就觉得 非常非常的好听 然后就下载来听 真的是 中毒的感觉 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下载来听听看 这首歌真的 很让人中毒 因为 成映它的这个声线 本身就是很 有点 有点沙哑的声线 可是又很有 很有魅力的一种 就是女生的声线 唱起歌来 真的很有感觉 所以是我自己 是觉得非常好听 一首歌啦 然后最后一首 比较喜欢的是 太阳的这个 韩语名字叫 Igay and they 英语名字叫 This ain't it 他第二张 个人专辑里面的一首歌 然后 我觉得要比 外子其他的歌 要来的好听 所以 是我自己 真的很喜欢一首歌啦 所以大家 如果喜欢 Big Bang 朋友肯定会 会知道这首歌 喜欢太阳的朋友 不过我也是 真的后知后觉 最近才发现 这首歌是这样的好听 最后还有 就是经常跟大家分享 就是电视剧 然后这个月 其实新追的电视剧 比较少啦 因为身体 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对很多事情 都提不起兴趣 对音乐来讲 是我一直需要的 一个 一个 怎么说呢 兴趣生活 但是 电视剧 最近真的是看的很少 可是我发现 新的比较好看的 搞笑的电视剧 比较能让我提起兴趣的是 这个 大野志 阿拉西里面的大野志 Lida 她演的这个 世界上最难的恋爱 我其实刚开始 对这个电视剧 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因为女主 我并不是很喜欢 相对的 还是比较对 那个大野志 比较感兴趣啦 所以也有 就是追起来看嘛 然后目前看了两集 我觉得真的 Lida的这个角色 真的有点 神经病 我觉得现实中 真的不可能有这种人了 就是很搞笑 很夸张的一种人 然后 真的 有点白痴 有点天真 有点 怎么说呢 很 又很 感觉他又很专一的 这种感觉 这种男生 我觉得 世界上不存在了 虽然 让大野志 演起来的感觉 又傻傻的 又很可爱 是很 很讨喜的一个角色了 很搞笑的 无聊的时候 可以拿起来看一看 解解法 里面的配角 也是真的很 很逗了 怎么说呢 就是每个角色 都很讨喜 另外比较期待的 就是现在还没开始 连载 还没开始上映 但是 已经可以在 网上 或者在这个 就是 社交平台上 找到这个 预告的 就是Push 推哥演的新的电视剧 是他跟 这个 为了你 里面的女主角 重新组合 二搭 出了新的电视剧 是这个 You Prince 新系列 然后他 我知道Push 他演的这个 系列的名字叫 Handsome Cowboy 就因为一直 也有在 Instagram上 followPush的 这个账号嘛 然后就 他会发一些 自己的这个 平常的一些活动 电视剧的剧照 或者是预告 什么之类的 然后昨天刚刚 又好看到这个 这个U Prince 电视剧 连载的这个预告 然后他刚刚好 是第一部 所以就 比较期待了 因为看到 预告 感觉 故事剧情也好 故事的这个 背景也好 还有他的这个 插曲也好 都很好听 很好看 然后人物颜值 又很高 就 真的很期待了 赶快 赶快赶快上 虽然我知道 最近大家真的是 还没有对 太阳的后裔的 这个热情 还没有减 但是我个人觉得 我真的 我对那个电视剧 提不起爱 我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大家来的 没有网上 很多同学 来的那么的疯狂 虽然我很喜欢 里边的某个角色 但是 对于整个电视剧来讲 真的 真的 用韩语来讲 所以这个月 就是这样啊 喜欢的产品 喜欢的事物 就是这么多 然后如果大家 有另外想看的 这个主题的话 也可以在下边留言 告诉我 我真的会 这个 怎么说呢 吸取大家的意见啦 就是在大家的留言之中 我有看到 如果说我以前 没做过的主题的话 我真的会 提倡日程 把它们一一记下来 然后 慢慢的这个 再拍下来 分享给大家 所以一定要多多留言 跟我说 大家喜欢看什么 然后会根据大家的兴趣 来编排我的视频 所以希望大家 可以多多支持 继续支持我的视频 然后如果你是新同学的话 可以去看我的微博 看我一些剪记啊 或者看我一些视频之类的 希望大家会喜欢 然后关注我的微博 关注我的图头频道 我都都关注我的 YouTube频道 YouKu频道 就是这些我比较常活动的地方啦 还有Instagram 所以希望大家有过愉快的一天 换季期 不要像我一样感冒 不要像我一样过敏 不要像我一样大一般爱来不来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保护好自己的健康 希望大家可以有过愉快的一天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